人生百态皆有不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饮食众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哈喽 来了 你好你好 周老师 你好你好请进 你家好棒啊 有点太热了 礼拜是吧 快进来 来吧 我正在看阅兵的 我把小孩刚刚送完学校 你看 因为礼拜的时差 所以我赶不上那个直播 我只好开那个重播 我也想看 习大了 对呀 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 所以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准备说要几点看 但是因为我很想看直播 因为要照顾小孩嘛 然后我就赶紧等他们一走了 赶紧打开电视看 因为心里澎湃呀那种感觉 因为你这么多年你都在国外 然后你没有时间跟国内的这些做一些交流啊什么的 然后就看到国家的军队这么强大 然后你就觉得你内心实际很 说我们在国外生活也是很强大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 大家好我叫周彤彤来自北京 我现在在迪拜已经住了有八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是跟我的先生和我的两个女儿住在这里 这个这个是我老公 然后呢这是我们家 我们今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正好去新加坡过圣诞节 这是我老公我有两个女儿 然后呢我老公 其实我老公身世特别有意思 我老公呢是丹麦人 然后我们在英国认识的 但是他是韩裔的丹麦人 就是他小时候是被他妈妈领养的 所以他妈妈是一个就是外国人 然后所以我老公是一个纯的丹麦人 但是就长得像我们亚洲人 待会晚上他下班了 你们就会看见他了 我们每天呢 就是我先生忙他公司的事 我忙我公司的事 到了晚上我们在家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家的花园里啊 喝一杯小酒啊 然后他聊一聊他工作的事啊 我聊一聊我工作的事啊 然后孩子们都在楼上睡觉啊 反正那一刻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好了 我们走吧 太热了的吧 只能开车了 我跟我老公呢是在英国认识的 在英国呢他是工作 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到了2004年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结婚 结婚会以后 然后我先生就拿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就是去新加坡 2004年的时候就搬到了新加坡 然后生了大女儿以后 我们也就开始计划 再生第二个女儿 正准备计划的时候 我先生就接到了这个工作的机会 就是到迪拜来工作 那像新加坡英国和迪拜 你更喜欢哪儿 其实呢 那个英国呢 我可能谈不上就是特别多的感情 说喜欢不喜欢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那边上学 上学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切留学生的一种生活 你去打工啊 然后呢要努力学习啊 然后毕业后面临 是不是要留在英国呀 怎么找工作呀 好在当时呢 我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做了一年 然后呢 但是在英国就正好碰到我的先生了 碰到我先生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正好 他有一个工作机会在新加坡 然后我们就去到新加坡 实话讲 我感觉在以前的时候 三个国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呢 从环境上 教育上 安全上 还有那个文化上 都跟我们非常贴近 然后呢 而且呢 就是很方便那个国家 做什么事都很方便 然后2007年 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然后我先生就到了迪拜 可是我刚一到的时候 我说句实话是 我马上就要想走了 我下了飞机以后 到了我就想走 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好的建筑 好多东西都在建 可是在这七年八年当中 我生活在迪拜 我就眼看着迪拜一点点的成长 进来吧 这是我们公司的楼 哎呀 大概有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有五六名员工这样 有一些半职的 但是我已经感到非常的满意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挺忙的 然后潜在的一些计划也比较多 我又不想把自己做的那么忙 因为我还是要照顾家庭 照顾我的孩子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我的事业还能发展的更好 更大 并不一定说从利益上来讲会挣到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钱也是有数的嘛 对吧 所以就是钱也可以挣到一些 然后同时又能享受生活 又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我们所有的时光 那其他是最好的 现在去接我们那个小孩去 每一天我的工作就是 在工作和小孩之间穿梭 我今天的一天的安排是呢 大概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会去公司处理一些事务 中午的时候我会去接我的两个女儿 然后下午呢 我还是要去参加一个大学的活动 然后基本上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正好约了朋友 我会跟我的先生 还有我的两个女儿一起去酒店吃个饭 122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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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个窗口取货哈 - 中国也有吧 - 中国也有 - 又能用不多 - 这边国外基本都是英镜 - 在美国什么英国也是这样 -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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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是我女儿学校的后门 - 然后我们在这稍微等一下 - 你这平时忙的都不出车里面哈 - 没时间呢 - 然后就赶紧哪有时间坐下来吃饭 - 就满一点 - 当然不能每天吃快餐 - 有时候我会吃一点健康的呀 - 什么三明治啊 - 然后你看这些都是妈妈在这等着 - 一会儿车这边都得满了 - 热死了吧 - 太热了太热了 - 观众可能感受不到 - 但是真是能死人我觉得 - 这还好一点呢 - 要是有时候六月更热 - 这边最高温度的多少度 - 五十度 - 然后我们也得在这个阳光下走 - 然后去接孩子 - 其实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 但是我发现我生了小孩以后 - 尤其生了两个以后 - 我其中的一个大的爱好就是培养小孩 - 然后妈妈都得在这儿整个 - 待会儿我的女儿也从里面去了 - 然后坐在这儿 - 坐一排然后妈回来认领 - 对呀对呀 - 你好,你好 - Christina - 嗨, Tabby - 大家好 - 咦嗨 - 咦嗨 - 咦嗨 - 嗨 -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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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会转她在你的房子 那是好,我会转她在你的房子 我认为她在我的房子 好,因为我必须参加基础 所以我认为我带她的房子 好,我会见到你一会儿 我会见到你一会儿 我会转她的房子 好,有点好 有点好,夏末 好 走吧,去接那个嘉嘉 嗨,嘉宝 嗨,嘉宝 嗨,嗨 你好 嗨 你做得好吗? 是的 好的 我都觉得你做得好 妈妈,你做得好 上学快乐吗? 快 快 快 我两个女儿实话讲 她们拿的是她爸爸的护照 所以她们都是丹麦护照 但是我对她们的教育 就是每一年 首先我是一定会带她们回中国 而且我每一天在家里 我只跟她们讲中文 所以我一定不会让她们忘记 她们有一半是流着中国人的血 等一会儿啊,你看啊 就是我们会路过一个就是这样 就在这儿,你看 我看这是迪拜 就是相当于最大的房子 就每一家都跟宫殿似的 妈妈,你为什么要给我的那家吗? 我不还有钱 我也不会带她的 我觉得你会要给你带她的招牌 你可以买给它吗? 不 为什么? 我对他们的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他们也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长大的 可能在长大以后呢 可能不一定说上大学 但我一定会让他们上那种 比如说在学校的进修啊 要跟中国的小朋友 中国的年轻人在一起玩一玩啊 甚至如果中国有好的工作机会 我也希望让他们去国内的去工作 Christina, can you be nice? Kristina, to Jessica I don't want to be nice Kristina, to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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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去那个大学里有做个活动 它那个大学,这是迪拜大学城 然后这个大学是Amiti University Amiti大学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进去 这后面是刮沙尘暴了吗 对对对沙尘暴 今天你们这是我们一年也可能看不了那么几次 然后就被你们赶下了 哇 很多人其实都问过我们说那个什么是国际化 国际化呢我认为就是你可以承担或者是很快适应在各个国家的之间的生活 然后当然工作上也是这样 因为不然的话你说我就用我中国人的这个方式来处理事情可能人家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这个国际化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互相包容 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去形容这个国际化 好了结束了我们回家吧 好了结束了我们回家吧 这么多年呢就是最离家的感觉呢还是有时候还是挺挺痛苦的 就是因为我是我父母唯一的小孩 所以有时候不能在父母身边 而且在国内呢我还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亲戚 每一年他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能回去 因为国外的放假制度和国内放假制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得工作 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才只会到了那个 快逢佳节悲思亲的那种感觉尤其在海外嘛 就觉得唯一的不能满足我自己心愿的就是我不能跟父母在一起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这个是爽的 这些手 这些手 husband 我认为成功的意义就是 你要首先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在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同时就把你自己的真性情给表达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不是简单的做生意 另外我认为幸福和成功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用一颗宝美的心灵 然后去尝试你的成功 然后去体验你的幸福 今年52岁 我现在从此中医治疗八分的眼睛 即推广 在医疗界已经三十多年 懂得了一部分的临床经验 现在五十多岁 孩子已经结婚 目前想着在没有抱孙子之前 我们要做了周游时间 去玩玩看不看 有了孙子之后 把孙子教育成才 付出自己的余生 这才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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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